哈喽啊,大家好,我是超汉的,不能再唱的超汉小胡子 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家里新养的植物,就是葱 我用那个瑞幸咖啡养的葱 它一个晚上就可以长出很多了 今天的重点呢,不是这个 今天呢,我就来画一个简龄的心机约会妆容 可能是我觉得自己老了吧 毕竟经常有人说什么看你长得不像99年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看见不像99年的 我只是一直在麻痹自己而已 好,照例,加上我们的小红和小蓝 然后先来上我们的隔离刷 今天我选用的是14.0直径的美瞳 就是比较自然的一款 既然是心机妆容,怎么能太过于明显呢,对吧 然后底妆我们选用的就是红地球的这一款粉底液 我选用的是400色号 嗯?看不清楚 之前我为了追求持久的妆效 所以我都会选用比较厚重的底妆 然后呢,就容易浮粉,卡纹 就特别特别的尴尬 每当我要补妆的时候,就是补都补不过来 红地球的这一款,我觉得它的延展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不像那种厚重的底妆,就涂上去就推掉,推很快 这个就可以慢慢的来 而且它的妆效真的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好像是你自己的皮肤本身就这么好一样 小小一点就能涂大半张脸 然后我只上了梯子去 因为梯子去我不需要体谅 接下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款神器 当当当当 就是这一款红地球的高光液 有没有觉得特别高级 就这样子,就就就就就就 转来转去,我就觉得很好玩 流动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超棒的,很细腻很细腻里面的高光 然后呢,我一般是会把它混合在这个粉底液里面 然后我要上在我的脸颊这一块区域 看到没有,我的笑起来的时候 这苹果肌这一块就被提亮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那些新手的妹子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会把控不好 就是脸上打高光的用量 而且像这种约会妆容的话 我们尽量还是不要打过多的高光 因为直男神美嘛,对吧 就自然才是最美的 脸就一下子崩就亮了,有没有感觉 灯泡基本机了 原本在收到这个高光液的时候 我本来怕它会跟之前我用的其他的那种高光液一样车祸 但是用了之后我真的被惊艳到 就是刚上脸之后你在等它几分钟 它的妆效就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好看 完全就不是那种像一张猪油脸在脸上的感觉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 稍微有一些瑕疵是比较自然那种表现 但是我脸上瑕疵太多了,我必须折一点掉 这个妆效真的非常非常的服贴 跟我之前的对比真的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来稍微的定一下妆 没错,这个是红地球新出的散粉 我觉得它包装真的很有感觉 而是说不出来的神秘感,有没有觉得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这个金闪闪的感觉 很符合这种贵族气息,有没有 是在这一块区域 一秒雾面,有没有 而且很自然,一点都不像很厚重的那种感觉 这一款是主打草本护肤的 就是它里面还有人参根等六大草本精华 那对于我们这种斗鸡就非常非常的友好 感谢感谢 就是该哑光的地方哑光 该有光泽的地方有光泽 一个心机的底妆完成了 那你整个妆容就相当于完成了一半 因为呢,我比较喜欢用眼影当眉粉 啥是因为我没有眉粉 所以我就在这里 嘿嘿,直接画眉毛了 像我们这种大脸的妹子 我们就只能把眉毛画得稍微粗一点 就是我们的眉毛就稍微画上去 然后再往下挂一点 往下挂一点,就不会特别的像一字眉 嘿嘿嘿,为什么我先上腮红呢 因为我喜欢 好,你们看到没 就在这一块去这样子打过来 就很明显这边感觉就提拉上去了 有没有,就这边感觉特别无神 扯不下去了 嘿嘿,我最近喜欢用小刷子来上腮红 因为我感觉好控制一点 有时候经常一不小心就画成猴屁股 就是范围特别大 然后又特别红 一下子可爱的感觉就出来了 有没有,就 OK 就稍微带一点眼皮就好了 下眼影的部分也要稍微粉一点 粉嫩 粉嫩就完事了,姐妹们 然后今天我们一定不能选用黑色的眼线眼 但你眼睛够大的话 不画眼线眼也是可以的 就比较清纯嘛 我们今天就画得自然一点,画细一点 我变成了18岁的少女了,姐妹们 要下去,要下去,要下去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这也是下春眼 我跟你们说,眼线这个眼尾不能太细 要粗一点的那种眼尾 越粗越可爱 但是不能就是太明显了 像是一个顿笔下去一样 它是一点一点填上去的,兄弟们 太可爱了,太简厉了,姐妹们 这个眼线叶冰 浪漠 既然是简铃的 卧铲 一定不能耍 卧铲 不能耍 我跟你讲 不能耍 那我们就要画一下 我因为年纪有失修 然后有点长了眼袋 你们看到吗 年纪轻轻就有了眼袋了 委屈 我们每一期都要有什么 黑色眼屎 对吧 来画一点黑色眼屎 好,姐妹们 要的就是这一种感觉 没错 眼尾的三分之一处 再这样稍微那么延伸一下 你就是这条该的superstar 从天亮化到天黑了 这天都外面的天 好了好了 就这样到此为止 姐妹们 眼妆就搞定了 然后 打点阴影吧 我们来 拿出一个小刷刷 然后再拿出我们的阴影 弹它就完事了 收收收收收,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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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下次翘了 very good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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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点 快点的把姐妹们 灰姑娘的始终要敲响了 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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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是红地球的 真的非常好看啊 它其实这支和这支颜色有点相近 可以叠图 这支亮度比较高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几支颜色都非常好看 我跟你们讲 而且就它这个新包装 真的美爆了 我觉得就很有质感 拿出来就有一种感觉很贵的感觉 你们有没有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支 给你们看一下 包图非常非常的好看 很嫩 而且一点都不淫光 而且一点也不会嫌牙黄 你看 我一般喜欢把嘴巴给涂大一点 我跟你说 今天我推荐的东西 都是新手也可以驾驭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看 我刚才已经涂上去很久了 这三支的试色 它还可以再涂开来 就是说 它不像有一些哑光的唇釉一样 涂上去就直接粘在你嘴巴 这一块就涂不开来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上过那种经历 就是有一块颜色特别深 然后巴拉都巴拉不开 你只能不断的在上面叠涂 但这个就不一样 觉得我们这个画完了吗 不 没有 我去上个厕所 这天怎么突然就黑下来了呢 可爱 可爱就完事了 可可爱 完事 你可以再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加一些点缀 就比如说这种不灵不灵的小唇釉 上嘴你嘴巴就嘟的一匹 就像打了八支伯尿酸一样 让人忍不住想一口 你懂吧 就那种感觉 老师觉得自己有时候说话台湾腔 有时候说话东北口音 感奇奇怪怪一点 比如说觉得这个妆不够浓 那你们当然可以自己再加一些点缀 就比如说高光哈 再提亮一下眼头 眼头热一块 但是我觉得一般是不需要再做过多点缀的了 进阶版的画法 我还会再加什么 加一点 不灵不灵的 好像打了不酿酸的卧彩 就一下子对比就出来了 注意啊 我们就画在眼下就可以了 就不要再延伸到眼头了 因为眼头已经有高光了 可可爱爱 没有脑袋 然后呢 怎么还有然后呢 你们估计都然后呢 然后呢烦了 我这是 我这不是兽人蚁鱼 不如兽人蚁鱼吗 对吧 我当然想把你们教的就是 好一点了 毕竟 毕竟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妆容 出去片片大树挺好的 然后是下眼下眼睫毛的部分 因为我这个人 我说过我下眼睫毛几乎是没有的状态 所以我就有时候会给自己加几根 下眼睫毛 下眼睫毛的话 就是用棕色的眼线液笔啊 好吗 有点可爱这里 下眼睫毛在这边 然后加一点 这根 下手不要太重了哈 记没了 就这样隐隐约约的有一点 你就已经很可爱了 ok下课 今天这样一个可可爱爱的妆容 您学会了吗 但我这个睫毛是重的 你们如果要画这个妆容的话 最好贴一下假睫毛 或者你们有重的睫毛也是ok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内容对你有用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连哦 最重要的时候不要忘记关注我 操喊小脱子 微博投名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爱你们哦 Muah